記憶體彼岸社部影片 看到什麼 一個落後國家 因為他亂軍 很多人需要遷移 很多人慕名的死亡 每天活在恐懼當中 當一個人身邊的人事物都被剝奪 支持他下去的動力就很重要 不管是去很多重要的人事物 都需要努力揭曉的活下去 第二題 這部影片的主題或者是主指是什麼 讓我們這些生活在擁有環境下的孩子 懂得知足 把視野放遠一點 看看世界其他地方 跟我們年齡超過多的孩子的生活 第三題 看完這部影片的心得跟感想 能出生在現在這個環境 真的很不幸運 會讓人想要把過時間把握當下 影片拍攝的手法會影響呈現的方式 太過真實會讓人有些害怕 教一個才13歲的孩子 很平淡地懲塑自己家人被傷害 或失蹤的事情 很讓人心疼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